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一樣的 就是他很多台中人都會被問到 到底哪一家是第一家太陽瓶 對 這句英文出來 台中人都瘋掉了 這能怪我們嗎 每一家都說第一家啊 你也問台北人哪是第一家 顏書雞是哪一家啊 真的,真的會這樣耶 都一樣啊 那韋佳德,你的是 有,當然有 全世界有得罪過嗎 你到處都在得罪人就對了 你該是因為外套吧 什麼外套的 還有那個髮色啊 來,我跟他們說 你有台中這樣耶 這不行耶 我跟你說,我跟台中有一種 愛、恨、關係 就是我愛死他們 台中是我全台最愛的城市 但是我們必須要就是面對事實 他們講話有帶口音 你什麼好意思說人家有帶口音啊 沒有,因為我覺得很可愛 我粉愛他們的口音,OK 對,就是有一次 我們在逛街的時候 然後看到一個比較新奇的東西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 打盡小怪 妳是沒看過嗎 這樣子 他們就會加很多的這個語助詞 我學得不好 但是意義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你不用覺得很丟臉 因為其實很可愛 但是他們死不承認 他們有口音這件事 可是這就像是 比如說外國人有口音 有時候我們會學你們口音 覺得很可愛 但你們就不高興 不是,這個特別可愛 那個,因為我們那邊 鄉下人是這樣叫那個扭過來 這個蠻可愛 韓國叫朋友是叫哥哥耶 你下次遇到台中人你就完了 你完蛋了,你 我覺得台中Q還... Q它就是什麼 什麼的 Q啊,對啊 然後會飄啊 尾音會飄啊 尾音尚養或者是一些... 你吃肉嗎 吃肉嗎 對啊 要騎腳踏車嗎 我覺得高雄的顏很可愛啊 高雄 你 這我愛你 你,我愛你 你,你叫我吃啊 對啊 其實都滿可愛的啦 對啊 我是真的開玩笑的 不是故意的 哇塞 你好漂亮 你在做酒店嗎 不是,你現在還活著 你真的算 命很硬耶 不是,因為上次我來台北啦 就是跟朋友去吃飯 然後就發現 桌子上有幾個朋友我不認識 就是一些女生 然後那個朋友就跟我說 你就問他 就是教他們自我介紹 我說啊,好 你們就是自我介紹好了 然後他們在那邊就是跟我說 他們是台中人 我聽到台中人 我就是很想幽默一下 就是,你很漂亮 一定是做酒店的 現場應該沒人笑出來吧 沒有 沒有,可是 為什麼我是講這句話 因為我以前是有一些 做酒店的台北朋友 他們都拋棄台中 所以我才知道台中有好多酒店 可是 而且你還叫他們自我介紹 對啊 他要怎麼講 老闆,老闆你好,我來自大甲 老闆,你好,我來自胡家 我都知道 這樣介紹好玩嗎 因為你這句話就好像是 你好漂亮,你多少錢 對啊 不是嘛 這不對嘛 但是說台中人嗎 對啊 真的滿笨耶 結果他在那個 這個王餐就是跟我說 台中不是只有酒店了 還有什麼,還是有什麼 所以一直在那邊 就發脾氣 那再往南部走了啦 一句話 惹怒南部人 這個是小柔要叫我們問的啦 雨萱 有沒有 不舒服啊 又是你了 屏東人 你也惹太遠了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說了這句話 屏東有百貨公司 這個就是讓人家 讓人家 什麼叫有吧 就有啊 我們上次去有啊 你這一句更過分哦 有啦 好像是大圓白是什麼 我記得有耶 有啦 屏東有啦 現在每一個 我們南部 我們中南部都有 每一個城市都有百貨公司 不是 沒有 只要不然就是問說 你們有KTV嗎 有 怎麼會沒有 你們來的 台北人來就只要唱歌而已 凡事 怎麼會講這一句呢 沒有,因為像... 就前陣子的朋友叫我 問我要不要去他家鄉屏東玩 然後因為我沒有去過 所以我 然後我就說 我就問他說 屏東有什麼好玩的 有百貨公司嗎 然後過後他就很嗆 他就說 有,屏東有 他... 屏東有購物中心 有水 有電、有冷氣 有電影院 他就很嗆 有電影院 他後面已經有點在鬧脾氣了 對 對啊 我們也歡迎屏東的鄉親 來告訴我們宇軒 到他的那個粉絲頁嘛 對不起 告訴他屏東的百貨公司 在哪裡 有幾家 我也有相似的事情 有誰啊 你又被貨誰了 高雄 高雄 高雄百貨公司很多了吧 我不是問百貨公司 對 你問什麼 不然就是一樣 我就去高雄 然後朋友就想說 晚上不知道要帶我去哪 他就想說 不然你們晚上都喜歡唱歌 那我帶你去錢櫃好了 我就說了一句 高雄有錢櫃 高雄有錢櫃喔 有好不好 有啊 不是 我當然 我的意思不是在 就是說覺得好像沒有KTV這種東西 我的意思只是在說明 錢櫃有開到高雄來 還是你是 你是想表達 不是 你知道嗎 他們問這個問題 我們南部人就覺得說 怎麼樣 我們 南部只有甘馬店嗎 對 我手不去你 但是都會被誤會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這句話是被誤會 我只是在想說 錢櫃有開到這裡來 我之前拍那個皮精雄的時候 我們去高雄拍 然後我們想要晚上去唱歌 找不到 找不到錢櫃耶 怎麼會找不到 你是鬼打牆嘛 你是找不到錢櫃 還是找不到你的錢包 找不到 沒有 其實台中跟高雄的錢櫃 他們反而少去 他們去別的 對 我們都去在地的 很多那種庭園式的啊 在裡面晚飯就可以來了 熱潮它就端進來了嘛 對 而且什麼新歌都有 對啊 實際上他們因為台灣人 台北人去錢櫃 高雄 我們上次也是啊 去高雄就想說要去錢櫃 他們反而會覺得說 真的是台北人才會去錢櫃 對 慫得才會去 對 然後他們就會想說 他們都會去像那種庭園 就是大家玩得好嗎 對 像我們就常常會 錢櫃然後我們那邊就有錢櫃 錢櫃 對啊 或是錢櫃對不對 但是我也算是在高雄 講話不太順耶 只有高雄嗎 沒有 好 你又惹到高雄人什麼了 到底要惹入多少人 可以講國語嗎 打他 我氣嘛 被一個外國人說可以講國語嗎 不是 好 那時候我就跟一個 學校的一個同學 一個兄弟 去他家 高雄 然後他阿嬤跟他們一起住 有一天早上 我朋友還沒睡醒我就下去 跟阿嬤聊天 就是很客氣啊 就跟他聊啊 很有禮貌啊 我說阿嬤 你好嗎 爸爸媽媽去哪裡 爸爸媽媽不在 他說爸爸媽媽去台中了 我說 我聽不太懂 他說去台中 我說真的不好意思 你可以講中文嗎 他說去台中了 爸爸媽媽去台中了 我說我就換一個講法 我說可以講國語嗎 他說 我就是講國語啊 你聽我嗎 我說我真的聽不懂了 我台語完全那時候聽不懂耶 還蠻好說 你是浪費老師的錢是不是 不是來學國語嗎 嚇死我耶 你覺得他台語跟國語 他分不出來 像我們也不會去美國 是說黑人你那什麼槍 黑人你在講英文嗎 對不對 嚇死我了 你先說不要去美國喔 你不要去 好可怕喔 或者我們不會是去南法 本來巴黎玩一玩到南法 我們不會跟南法人說 南法人你在講法文嗎 因為你們本來區域就不一樣 你們都會這樣來問我們台灣人 那你就是欠罵啊 欠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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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也很大啊 每個地方都有不一樣的Q啊 可以幫浩如辦一下美簽嗎 我好想知道 她去這些國家會怎樣的 好 那這個假釋店還有 喔喔 來了 這真的很困難 因為我以前有一個台南女友 我那時候也還沒有很好 到冬天的時候 她就會說 好冷喔 那我聽成 好冷 我真的聽不懂 好冷 好冷 冷 是什麼東西 好冷 然後她就是天氣寒冷 妳說冷喔 應該是冷 不是冷 後面還裝飾 你看 妳好愛 因為我們台灣人啊 然後我們就喜歡說 天氣好冷 跟天氣好冷 不行嗎 很帥耶 她就是堅持她講的沒錯 然後我就跟她說 不是啊 妳說的是冷 但是正確的是冷 然後我跟她說 今天講一下 恩 恩 她說 恩 恩 我說不是 恩 她說 到底現在是台灣人 你還是我 然後我就 可是有些台北人 也是會這樣講的 也會啦 其實這是看個人 哪有這樣講 妳講好冷 好冷啊 對啊 好冷啊 妳講也不太標準好不好 你憑什麼嫌我們啊 習慣啊 我們這種常態是對的 嘉義人喔 嘉義人的好冷耶 好冷啊 對啊 好冷啊 其實沒有 我們在語言學校 就是學那種很標準的中文 對啊 然後我們講的不標準 老師就會就證我們了 那我們在外面聽到你們的 這是口語話 不然你跟人家講 但是我對我們來講很困難 所以我們就 我會懷疑自己 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我在學校學的 你要在台灣待你就每一種都要學好 你現在在折入我們台灣人 沒有 你真的很矛盾喔 後來當然知道啦 後來才知道啊 不是 你們真的很矛盾 像我們也在選那個數值對不對 1 2 3 4 我講1 2 3 4 我講2 女朋友說 這不對啊 是1 2 2 那你就不要叫有腔調女朋友啊 對啊 就不要叫有腔調女朋友啊 我們現在呢 也要反過來問啊 南部的朋友 他也會一句話就被惹禍喔